其实独一臂的一个英雄选择也会拓宽不少 这把想要玩鹿鹿大嘴 有点怎么说有点拼 鹿鹿大嘴这个体系看看吧 不玩鹿鹿大嘴就是鹿鹿宝招戏 确实在上一场也看得出来 他的这个照性也很猛 成为了版本的一个宠儿 那这样最后给孟雁留一个摇摆的摇摆的空间 可以打上可以打中可以打野 当然格温还是上路的几率高一点 赛拉斯这样打野的摩腾 然后上路的格温去对阿卡利 然后中路的赛拉斯 这场赛拉斯偷的大招一般般 真的一般般 是吧 我反正就是靠工作桩 然后我后面我通过这个工作桩 多多点一级来了 经典格温折磨 一级一上来A三下 情境在线 四下 别吃 不给吃 别吃 我吃到经验 你连经验都吃不到 哇 难受呀 这都是压制力拉满的 这梦魇不会又稍微上去来跃塔吗 我觉得不行 这是个梦魇啊 这两个英雄不是很好配合在前面 可以损舞补刀 一个阿卡利 卑微如尘土 感觉这波 写吸血上一把教训 上一把是一级Q二级打不留 直接就被跃了 这把直接学个损舞 你来跃我 我就损舞 我往那个自居草红跑 下面是有所落后的 看一下 夏禄这里来了一波对拼 点燃是直接交了 刚才可能是台到了这个林伟祥 所以直接是配合伊斯瑞打的 他把林伟祥打残了 方普拉斯这里 AD是没有来的 阿罗这位直接过来被捡到了 半血点燃挂上 但是反而自己想贴小天 小天交产 阿罗这边表底下 上去损舞 一段二段直接斩杀 赵姓惩见了一下回血露露过来 顶大闪现 再冲上去 赵姓离之间打满了输出 甚至换掉了一个松松 但是因为左边多打一人的情况下 其实他拿到前方这么突然 应该也要接输了 赵姓这边直接是贴脸 刮一个大招 那会被刮上了损舞 损舞回来应该回不来了 但赵姓这边可以操作 最后是WQA 拿到这个人头 这个卡战就是没死 阿罗第一段 先切小天 然后小天交闪之后 自己在这二段大招上来跟 走也是挂上 然后我们看他在这里 先是被三个人围攻 闪现之后 现在吃了个护盾 这波要不是牛宝这么能打 露露的大招被Five Pass 偷到了 然后对面给另外一个大招 不是牛宝这么能打 真要溃败了 主要还是因为这一波 是LNG下路双手组一起动的 在这边打起来的时候 毕竟少了个维鲁斯 感觉有想法 帮帮他在这里中路想 他找机会开一波吗 拿会这个位置 看看下一波照性能不能中技能 W预判了一下 被拿会总为扭开了 拿会这边也在防着一下 因为W中肯定就溢上去了 下路闪现直接开 没火迟到 林卫祥 一个人在下路 被找到了一波机会 双招没有来得及开出来 哎呦 王迪好秀 其实这波开双招也死下来 保一下 去推这个肚层 现在还有个四十秒左右的时间 这波其实你说包也包不太到人 但是就是 不让你下路吃线 然后伊瑟瑞强行带队友 呃 强行跟队友一起吃这个防御塔 出车 开了 闪现戳戳戳上去之后 梦魇开大招 也回家队友 伊瑟瑞瑞一个Q闪 伤害差一点点 点燃烫死了 但侧面飞下来 赖特的位置也很危险 鲁鲁一个大顶得不错 是偷来的路 咱们小天顶起来了 结果突然赖特还在出头 赖特状态太高了 赖特再拉回来 灯 这都没死吗 灯 哇 虽然上路 好像是两边有一个激情对拼 马哈利打回家 牛王推了一塔 但是这波前面伏笔的原因 就是这波灯有一个 直接掏出来的神圣分离者 然后露露给了一个大招 是一个这种配合 赵信突然开团 赵信这下 赵信是同了两下兵 第三下 Q闪A 把那个 林伟祥给A起来 接W 然后这波Light 哇 你都觉得他死了 落台了两个 然后一技能躲掉 赛拉斯Q的二 二轮爆炸 上路 刚才两个人已经兑换过大招了 阿勒这边还想上 来看一下这波 有没有损舞的角度 损舞要先手 损舞到 EQA 两边再在黄城PK 阿勒里面没有扭 这个大招 但有阿勒比较 下来 闪 伤害都差一点 哇 这波真的是 西部牛仔之间的对决 两个人之后都差一点 高手对决 点到为止 有一个精准弹幕 刮过去是差一点点 没有能够打到 与此同时的话 下路 这里直接关灯 抢 抢到了这个龙 而且火拒到了 但是他在扛了好长时间 反正一戳 我还没活 三个人 但这个时候正面 伊泽瑞尔的伤害还是很高 阿勒也到了 麦拉这个团队要爆炸了 拉伯里没有大招啊 没有大招的格温是残废体 感觉在正面 哇 伊泽瑞尔的伤害 又打赢了 下来格温没大招 没有任何的威胁 反而是伊泽瑞尔的开了一个非常好的团队 我们再看一下 塔战先是阿扫出来 多活了很长时间 然后伊泽瑞尔的一个两个三个 三个 直接算是配合赵姓 把林瑞祥给切死了 而且他呢 真的也是 躺了很久 这个鹿鹿赵姓 牛 然后阿勒下来了之后 他在团队呢 中路推了线之后 赵姓也是往上班去靠的 而与其同时 独音币一个人在下路带二塔 只能说尽可能的换一换 但这个先锋不会再撞一头吧 感觉到可以成绩 可以再快撞到的成绩 没问题 打起来 上面塔战这边直接去被挂了点燃 把对面打破 独音币与其同时 也是带掉了对方的二头 哎 没Q到 算了 直接刮大把摩切刮出来 其实是为了 打起来 来看一下这个位置 龙线被打到三千多血 阿勒在上面 小天是可以飞到正面的 但这个时候小天开了一张飞进来 这边有双定足的招心 招心一个阿加苗苗 阿勒进去开出了霞阵 范布拉这边要撤了 但正面要追击 奈特一上来 爱华的机场又开得很不错 追击当中小天先倒 他在这边再戳进去 拿过这边分割了 奈特无情直接牵后排 这个伊泽瑞尔 直接掌管比赛 大龙与此同时也双心 LG可以顺势去把大龙也弱掉 对面复活的时间还挺久 扶照性成功了 下落这个伊泽瑞尔 更是无敌发育 这魔团塔战的一个苗表 很关键 而且在结束了苗表的效果之后 矮王帝再一次出手 他其实一开始是想绕的 从下面三角草丛绕 但是被对面发现了 所以第一时间也没下来 后来弹了个爆炸火车 下来之后 直接进场 开始大招 主要他是 大龙拿掉了 再打起来 小天刚才应该是想想想小龙 但是没办法 伊泽尔不会要异上去了 异上去了 塞拉斯差点蹬回来 感觉蹬回来 自己有危险 而且现在还有一点 就是你这个手塔 来了 小天直接飞赛阿乐 阿乐有一个挟阵 哇好利索 表里沙辽润 加上一手损舞 还损舞回去 往回斩 哇 这时候也不急 写Poke 是的 等伊泽尔技能重就可以了 现在伊泽尔一个Q 应该是没有太多人能吃住了 一泳双定了三个 女坦接一个大招 但是没有人能跟上 伊泽尔直接进化 拉开之后 刮一个精准弹幕 刮到了林伟祥 对面被不明欧 直接打到了 只剩三分之一左右的血量 一座塔要倒了 LG想一拨 这个时候 停届这个加强的炮车 并最后是成功的 把球掉的 还有大 来看一下 左边的门牙塔 能不能坚持住 范普拉斯因为没有了 梁娜大招开不了团战 只有林伟祥一个大 可以做先手 开到拉克 统于基地旁边 我们恭喜LNG 太精彩了 今天这个BO3 2比1取胜 拿到自己开机的四连胜 现在已经是4-0 大场4-0 威廉于第一 恭喜他们 这场比赛 LINE提供了全场一圈 对最高的伤害 来看一下经济曲线 其实在前期也是一度 范普拉斯由利用自己对象的优势 拿到一点小小的精神领先的 但是还是小五先锋那波团 打完之后吧 整个的节奏就不在了 本场的MVP 给到了艾翁蒂 确实这把 他的这个开团 实在是太精妙了 也是 这个路 对 90.9%的参团率 也是他在本赛季 拿到的第一次MVP 恭喜 好的 欢迎来到赛国台湾 我是主持人机器 首先让我们恭喜 我们的苏州LNG 拿下了今天比赛的胜利 来到我们采访期的嘉宾 是我们的下路选手Light 先跟大家打招呼吧 大家好 我是LNG的AD选手Light 欢迎 可以看到粉丝们也特别为你们开心 那其实你们是 上场比赛中是拿下了京东之后 今天又是战胜了强敌FUN PLUS 想问一下为什么队伍能在这个夏季 把状态保持得这么好 夏季赛就是比春季赛 现在更像一个团队吧 还有很积极的沟通 还有正在提升的配合吧 所以说大家的配合程度是越来越高了 确实啊 这个东西其实就是熟能生巧 那接着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的三局比赛 其实今天第一局的时候 在前期你们可能是 占据了非常大的一个主动权 但是后面可能就稍显了有些混乱 你觉得第一局失利的一个问题主要出在哪里 就是第一条小龙和第一个峡谷吧 都掰给对面了 然后对面就很顺 所以说是这些资源没有就是争夺到 那其实在第一局之后 你们也是非常快速地调整了状态 让一追二 想问一下在日期间 你们都做了哪些方面的调整 就说就一直在鼓励队友吧 说我们不失误就能赢 不失误就能赢 看来就是咱们团队还是非常有默契的 那其实像第二局比赛的时候 前中期可以看到其实像 读音币的火焰哥已经算是可以大杀四方了 但是通过最后一波大龙团 你们是抢下大龙 而且还团灭了方布拉斯 也是随之拿下了比赛的胜利 那一波你们是怎么做到的 那波我自己也有点没反应过来吧 就杀完人就一波了 没反应过来杀完就一波了 好 那可以看出你们状态也是 就是越打越火热嘛 像最后一局的BP 其实有个大家都比较疑惑的点 为什么说就是最后 没有选出可能很多战队 比较热衷的露露大嘴组合 然后反而选择了露露去保肇性这样一个呢 因为我们就前面讲上 中野游是吗 这两个英雄就很强 然后就准备打第一个峡谷的 所以说是还是为了就是打第一个峡谷 然后配合一个这样的组合 那今天的团队确实配合得非常磨叽 像最后一局的决胜局也是 可以看到你们在五级的时候 然后就赶到了峡谷先锋 打一波的支援团 那一波是有说什么吗 谁做的指挥 为什么五级然后就赶过去了 第三把开局的时候就已经想好了吧 因为前两把峡谷都被对面拿了 所以第三局就直接不要限去峡谷支援吧 所以说是不要限 然后提升了一个资源的就是优先级 那其实像最后一局 你的伊雷尔发挥的非常好 输出可以说是已经拉满了 可以看到很多波团战 然后对面都是非常想要去进去切你 但是你都凭借自己的一个操作 然后保住了 然后没有倒下 但是还是拉满了一个你的极限输出 想问一下你都是怎么操作的呢 没有吧 就在队友后面放Q就赢了 队友后面放Q就行了 相信大家应该也学到了 那最后一个问题 今天其实也是队友阿乐的LPL100场 你有没有什么话对他说呢 以后一起加油 以后一起加油 好 简单的一句话 那也是感谢LINE选手 接受我们的采访 接下来又到了大家非常期待的 粉丝互动环节 我们将抽取五位亲行观众来到舞台上 参与本次互动 本次的五位亲行观众座位号分别为 B区一排11座 B区一排12座 B区二排11座 C区9排2座 C区11排18座 同时我们也要有请我们LNG的 奇遇队员来到舞台上 有请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